就是不常見天氣 拿我的命去給我爸去都可以 再拿的困難 就是這樣實際上 人生就像選擇題 有時A 有時B 孕育生命是歡喜的旅程 還是焦慮的歷練 發現胎兒發育缺陷 是孤注一掷 還是黯然放棄 有人說 人生這條路怎麼選都會有遺憾 也許是 也許不是 老話說 三番六座 可四個月大的子涵 別說翻身 從出生到現在 連平躺都沒有實現過 這一切都源於他左側頸部的 這個巨大腿物 非常震撼 因為整個腿物比他的頭 可能都要大個一倍多 非常少見 這幾年基本上是沒有遇到過 所以他那個瘤子一直在長 他剛出生的時候 瘤子也就一個拳頭那麼大 我覺得有三個手這麼大 現在長這兒了 感覺這兒都硬了 天天都在長 如果有一次比較嚴重的 內部的一個初學 可能馬上就會造成這個七道的耕塑 這會產生一個致死性的一個風險 四個月的時間 子涵的頸部腫物 從5厘米增長到了15厘米 越來越大 越來越重的腫物 讓他的頸椎無法順直 並形成左側臥的強迫體位 躺在床上的子涵 看起來就像一個阿拉伯數字七 這種物讓身經百戰的護士 出手都小心翼翼 我們要往中間躺嗎 躺中間躺嗎 躺著的子涵 讓人覺得無從下手 抱起來的他更讓人膽顫心驚 巨大的腫物表面是薄薄的皮膚 旗下血管清晰可見 感覺進不起任何風吹草動 會害怕嗎 會啊 都緊繃著的 感覺都會抱 他這個張力會越來越大 抱吊是一種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是整個把氣到吉他 獨成的就是憋死了 剛剛四個月大的子涵體重 才15斤 而他頸部腫物的重量 預估就佔體重的三分之一 無性中的萬性 子涵頸部的這個巨大腫物 之前一直是向外生長 如果一開始 腫物的生長方向就是向外生 那子涵早就被因為氣管 食管 承受不了壓力 而無法進食 甚至窒息 根本撐不到向醫生求助 這顆扎根子涵 左頸部的巨大腫物究竟是什麼 子涵的爸爸媽媽都是00後 是在餐館打工相識的 一個涼菜師傅 一個服務員 兩個人相知相愛的故事 和普通年輕人沒什麼區別 本以為小日子就這樣平淡平常地過下去 沒想到子涵的到來 讓他們平靜的生活掀起了駭浪 六個月的產檢時 他們被醫生告知 胎兒頸部發現一個不明種 不清楚他這個到底是能治還是不能治 給檢查那個醫生就說這個 建議打掉 生 後續的治療費用 未知的康復機率 都會成為小兩口沉重的負擔 不生 六個月大的孩子 選擇放棄時再簡單 就在掙扎和遊樂間 孩子長到了七個半月 最終 他們選擇了人產 如果這個可以的話 還是不要 但沒想到頑強的子涵 給了所有人最多的意義 接生的那兩個大夫在說 這孩子生病挺頑強的 剛生下來一彈那腳心他就哭了 看到孩子第一眼 當時我們就很掙扎內心 很糾結 如果可以的話 那流子如果長我們身上 還好一點 長孩子他還小 我們就很糾結 子涵人生中第二次生死選擇 是由奶奶幫他做的決定 就是說你們是救啊是不救 我說救 為什麼不救啊 他是挑命啊 子涵奶奶做這個決定 並不能被所有人理解 你們要這個孩子 還不知道能不能好 還不知道能活到啥時候 而且給孩子治療的話 得花老多錢了 落一個殘疾孩子 豈不是他倆一輩子的拖累嗎 但是 不行啊 我不能放棄 即便是人財兩空 我也要試一試 我要拼一把 因為這是一條生命 生命究竟價值幾何 沒有標準答案 但子涵的家人們 給了他一個 衡量生命價值的機會 而醫生們也在竭盡全力 給子涵創造奇蹟的可能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是沒有退路的 你高爾德宣佈死刑 那你相當於這個孩子 基本上的家長 他也就放棄了 所以無論是多大的風險 多大的困難 我個人一直以來 給自己定的一個目標 就是不放棄每一個患者 為了更精準的制定手術方案 入院後的子涵要做一系列檢查 但這個十多厘米的巨大距離 對每一位檢查的醫生來說 都是巨大的挑戰 你看這個拖下來 這個全是腦子吧 對 這個B超它被捏住了 中間就是下核子 它有一個實性部分 但是兩邊抱著起來就轉了 超生檢查是為了定位 腫物的邊界 淡子含腫物的囊性部位過大 遮住了超生的視線 醫生根本找不到屍體 所以這個腫物究竟是什麼 醫生的難以一時做出判斷 現在呼吸還行是吧 對 挺平衡的 對 呼吸還行 奶嘴用別的喘息都行 好 那是這樣的 我一會兒呢 我先給他點真心藥 如果給他藥之後 它不太好 比如我們有可能 需要做一個氣管插管 核磁共振 需要麻醉鎮靜 鎮靜之後 肌肉更加鬆弛 會加重頸部的巨大腫物 對氣管的壓迫 有呼吸困難甚至窒息的可能 醫生和護士一邊用轉移話題這種方式 來暫緩子寒媽媽的焦慮 一邊為子寒你檢查做麻醉的準備 他癢了 躺了不行吧 對 後腦瓶 那一會兒做檢查的時候呢 這也只能是這個 1.5 再給我來這鹽水 吃10號的樣子 不幹了 不幹了 疼了 把這10號聲慢推進去 10號聲 對 慢推 來 血氧多少 1.2.7.4.8.4 他就要哭就沒事了 不就說那歸道是通腸嗎 慢推 畫測現在還挺好的天均勻的 跟養核現在沒問題 因為可以進去了 進了 我們就給他抱進去 麻醉順利完成 檢查即將開始 但這時 之前準備陪著進檢查間的子寒媽媽 卻忽然敢於轉移 你確信你不進去了嗎 不進去了 一會兒是 只要真的查完 你看到你在想進去 可就拍不拍門了 就進不去了 你想好了 看著是害怕嗎 媽媽這個角色 需要在歲月中一關一關的磨練 對子涵媽媽這個20歲的 新手媽媽來說 考驗來得太為沉重 沒嫌 心急 最終 子涵媽媽還是鼓起勇氣 進入檢查間 選擇陪伴 除了影像學的檢查 子涵手術方案的確定 還需要病例結果來做支撐 但因為腫物內部結構複雜 之前當地多家醫院 都沒有給出明確的診斷結果 我們跑到這麼多家醫院 到最後結果 我們還是不知道 孩子這病是什麼 能不能治好 我們心裡就更不生疏 更沒點兒 後來把已經取得的這些標本 送到幾家醫院 包括協和那邊兒童醫院 那邊都看了 幾家醫院之間 互相的結論都不一致 頸部的一個囊性 實性的 為主的一個先天性的畸形 最常見的其實是雞胎瘤 第二個可能性的 這種神經膠質疑味 它就是神經系統的這些組織 它意味到了其他的部位 它裡的症犯應該在咱們大腦裡邊 但它長到了頸部 它長到了其他的 有時候還有它胸部 如果抑制無法明確 主要性質 那對醫生來說 手術就像凱文和 需要更專業的準備 以及更強大的心理所診 原計劃一周後的手術 還能如期進行嗎 這是實體的部位 這是實體的部位 現在已經都看了兩次 哈哈哈 那紀錄女兒 最後一次 就おっ上了 經濟很重要 這家具的部位 亦想中心是兩次 是氮囊的 那是氮囊的 不是氮囊的 是氮囊的 就是氮囊的 就是氮囊的 在氮囊的 開始 因為氮囊的 是氮囊的 就是氮囊的 看他有氮囊的 是氮囊的 但是 él 怎麼有氮囊的 是氮囊的 好了 好了 把這個拉住 嗯 睡覺 昨天她兩點就起床 中間就睡了一兩個小時 你想過大媽媽這麼辛苦嗎 沒有 你以前想大媽媽是什麼樣 就很輕鬆嘛 就沒什麼不怎麼累 睡覺吧 從被家人寵愛的小姑娘 到扛起一條生命責任的母親 角色的轉換 用十個月就可以完成 但真正接受並適應這個身份 路還很長 穿刺送給這邊 把孩子對 放這點就行了 究竟子涵的腫物是雞胎瘤 還是神經膠質異味 醫生們決定將穿刺葉送給 今天這個呼吸啊 胃癢啊 覺得有問題嗎 沒有 跟之前一樣 子涵是個乖巧的小姑娘 因為從出生就被巨大肿物墜著 她對疼痛的耐受 遠超一般的小朋友 做檢查的時候她很少哭鬧 只用緊緊抓住媽媽的手指 表達著她的不安 穿刺取樣是子涵數前檢查中 危險係數最高的一項 種物囊心部分就像個大水球 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慎之又慎 否則會有大出血甚至破裂的可能 按摩 嚐 Research 除了 腋包 ível 叔叔 吃完了嗎 祝你好 叫吧 這碗送檢 腦脂葉的生化加常規 然後是囊內葉的 一個生化加常規 那幾個是一塊兒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給他做了一個 穿刺葉的送檢 結果穿刺葉送檢 又報出來了更複雜的情況 說不除外 裡邊有惡性的成分 所以又增加了 我們這種判斷的難度 不同的種目性質 意味著此寒的生命 會有截然不同的走向 幸運會降臨在 這個堅強的寶寶身上嗎 這個堅強的寶寶 就在這兒睡吧 你不懂了擦身體嗎 你不懂擦身體嗎 你不懂擦身體嗎 子函媽媽最喜歡病房的陽台 子函睡著之後 她喜歡待在那裡 什麼都不想 只是發呆 你還記得當時看見她第一眼 第一眼 第一眼 嗯 不記得了 子函媽媽的手機裡 只有幾張子函出生至今的照片 之前的照片視頻 都被她不小心刪除了 是嗎 我好願意 對自己變成為最好的 系列 出生命 睡著 我們沒有去飆 嘍 然後 既照 孩子一直没穿衣服 他穿衣服不是很方便 他那有小孩穿的袜子吗 最小号的 感觉稍微有点大的 那就是这个吧 他那个脖子不是很方便 四个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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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觉得 他不一定能冲到 周三你稳妥地给它们动力 应该不是在做 你自己改善一点 巨大的种物 每分每秒都在生长 短短两天时间 种物直径又增加了一年 如果不尽快处理 巨大的种物会压迫死寒的气道 直接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 为了完善手术方案 耳鼻喉头颈外科 特意申请了全院多学科会诊 华翠科 重症医学科 胸部脊肿油外科等 十多个科室的专家主任 用手术路径 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孩子现在是一个强迫体位 是不是有这种颈椎的问题 最难保护的就是面神经 万一出现那种急剧增大的话 我们能不能算放多少 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需要插管 还是需要怎么着 脑底液出现出来的结果 不管是什么样的 尽快的手术 经过讨论 原定周四的手术将提前到周一 三天 对子寒来说 不仅仅是72个小时 更是冲脚生机的4320分钟 喂 是这喊爸爸是吧 是下周一下午做手术 然后今天下午需要您过来一下 就紧张肯定紧张 因为他毕竟不知道 他这个手术的风险有多大 希望你爱人跟你一块 还是说希望你自己 一个人去面对 还是自己一个人 不要面对比较好 他知道了 自己在担心 当时刚松了孩子坐月子 他就没好好住 自己在心里压力大了 其实有关子寒的很多病情 子寒妈妈都是一知半解 年纪轻 胆子也不大 但为了了解子寒手术的具体情况 他鼓起勇气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现在呢 他这个因为水太多了 就压成一个薄片了 但是他的主体也依然在这 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 这个耗瘦是非常多的 这块的风险是最高的 除了有损造迷走神经 隔神经 会引起疏忽的心理加快 非常功能紊乱 包括他血压的异常波动 都会好 年轻的小夫妻 整场数前谈话中 只有子涵爸爸说了一句话 回到病房的子涵妈妈 比以往更沉默了 没有什么想的医生 不敢吗 周六的话还是过来看一下 这样心里有底 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 看看能够怎么把这几个问题 给它再想清楚一点 周一就要手术 主导的台郡主任 在周末的休息时间来到医院 子涵的病例结果 依然是没有明确结论 台郡主任决定再次翻阅 在国外关于颈部神经胶质异味的文献 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方案 盖率最大的 这个位置还是男性记太厉 但是我一定要除外 它万一万一是神经胶的一位 万一万一它是恶性的 我一定要准备充分 因为开工没有回头见 子涵这种新生儿颈部 巨大肿物的病例 近十年都非常少见 因为绝大多数的病例 都在胎儿期间就被干预了 现在的产检的技术 已经非常发达了 儿童的先天畸形 在一生下来的时候 要么就是放弃掉了 要么就是在没生的时候 就放弃掉了 但这些病其实还是可治愈的 还是可以能够给这个孩子 一个比较健康的未来的 但台郡主任坦言 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 对待健康的定义也不同 当年是这个病人 其实也很可惜 他其实比那核桃还小 那么大的一个小种物 我一看以后 我说你这是一个先天畸形 其实手术期了就很好 然后给他劝了很久 才给他劝入院 马上就要手术了 这个家长的话就反悔了 家里边费用 跟我们那也是条件不是特别好 最后家长走的时候 说那话我现在还记得 他说可能要把这个孩子 回去之后放弃掉 然后再去生一个新的 一个健康的孩子 当时给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我们当时就很后悔 如果说给他再去做一些 这种呼吁 捐赠 感谢观看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不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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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饿 不哭 不要哭 好不好 不哭 好不好 下午水数 子寒凌晨就近时近水 这对四个月的宝宝来说 实在难了 但她似乎知道自己要去救命 故宫来接她时 她停止了哭泣 安静的手术室门口 很有啜气 那是不水 也是牵挂 那麻醉准备了一半了 最关键的切管插管已经完成了 需要一个中心经脉 但是这个小孩中心经脉就会细 很好吃 经脉突入是守抚败者的生命性 尤其一刀手术 中心经脉突入能否成功 是守抚败者进行的接触 麻醉准备差不多了 五经呢 它就细 判斥起来就难度比较大一点 我们也是反覆试了几次才成功 其实麻醉准备差不多 就基本成功一半了 所以我们期待了后边 手术还算力 麻醉关过后 虽然手术是医护头疼的竟然是 子寒所颈部的巨大肿物该怎么办 太难了 是觉得耳朵有你背皮肯定得用 手术怎么摆了 对 就得扶着它 手术的时候还得便宜一点 子寒所颈部的巨大肿物 让他在手术台上无法评论 为了手术顺利进行 医护人员在找最佳的评论 在此时 排卷主任和站起来卷主任 也做好的上场主任 我们的小号就是冰来降脑 水来食业 有24个月 其中时间要总部间 好 颈部总部 我们期管插管 东北先测冰金们都已经有了 行 要一笔全了 好 你就可以开始了 好 来 走 下午1点 手术正式开始 医生们面对这个17x15x17的巨大病毒 需要避开血管 选择最安全的路径下刀 将能性部分预平的玻璃 这就像玻璃挖完水的多层气球 既要滑坡外层 又不能伤到内部让水的预复 这不仅仅是绣花功夫 还需要精准的判断 得知手术提前 子涵的爷爷奶奶连夜赶到北京 为了省钱 两个人就在医院的椅子上 凑合了一夜 门开了右关 一次次的期盼和失落 手术室的大门 承载了最多的祝福与期盼 大豆 赶紧整片 听着吧 咱们全家齐心协力的 把这个关过去 医院犯人还合胃过吗 还行 多喝点水 别上火了 需要啥 你就买就行 手机里头还有钱吗 给你转点 有有有 我现在给你转点 还有吗 就是累的时候 就想想孩子 就是杀手能治好 如果会说话 能喊爸爸 那有多高兴 因为它现在全是粘连的 粘得很重 嗯 我再回味一下 看一下啊 粘连的地儿 就跟饿性种子一样 子涵颈部种屋的上缘 接近下额骨头腮线 紧离面神经 喉反神经 迷走神经 以及副神经 并且和人体的大血管 颈总动脉相互包扰 切除肿物过程中 逃离之差 就有可能导致子涵大出血 或者神经受到损伤 为了预防万一 医生们决定 在术中采用 喉反神经 和面神经 双无神经监测技术 用以保障 子涵的术中安全 来 来 手套 来 手套 我去跟家长说一说 手说完了 来 进来吧 还是很顺利的 但是这个整物就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我觉得阳性病别 有些地方像是恶性表现 像树根一样扎到作为组织里 但是这些但凡比较可疑的地方 我都给你切尽了 目前因为病理还没有报出来 我觉得可能还是 囊性的肌胎瘤 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 但这个病如果再往后拖 它会恶变 有的孩子可能两三岁 就会变成恶性了 那个就很麻烦 预防也很差 所以这个时候切是比较合适的 将来也要密切水访 谢谢你了 好好好 谢谢啊 别客气 别客气 谢谢啊 宝贝昨天是八点钟 到了我们ICU 到的时候基本上是 麻醉已经苏醒了一个状态 因为它是手术磕量比较大 主要是怕术后有一个气道的压迫 它整个肺里的情况还行 我们昨天来了之后 主要是给了它呼吸支持 然后给了它对症的止血这些情况 目前来看的话 呼吸吸的条件其实不算高 但是能支持得住 整个晚上的话 手术窗口的窗面 也没有明显的渗血渗液 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来说 还算是一个比较平稳地度过了 一个最难的一晚上吧 在我们ICU的下一步的话 就是给它评估一下肺里的情况 如果可以 我们尽早地给它拔出气管插管 让它自己呼吸 自寒术后第三天 就成功地拔掉呼吸机 回到了普通地方 要睡觉了吗 想睡觉吗 现在它手术是非常顺利 它身上的这些疤痕 还有恢复这些 以后如果还长 还会继续努力 上微博参与生命员话题讨论 探讨生命的意义 传播健康知识 治愈病痛 更治愈人心 两个月的时间 那个被大肿物 住的指纹左侧卧的子寒 已经会翻身了 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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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玩具 其实感觉还得稍微再训练去 它这个点呢 稍微在这边还有点 就是有点大 对 一点大 一边小 一点点慢慢再恢复吧 嗯 已经有向世界进行 无限地探索的这种欲望 正好 肉筋 我们这本位的一些小玩具 讲了一点 这个表现这么好 抓完以后都不再哭的 不好 给你的手 肯定回到他的手 跟我的小人 非常听也非常长 他只是想做 那么我呢 尽我们所有的 全部的力量 尽最大的努力 把这孩子变给治好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比较合格的一生 应该做的事情 有生之年 愿你笑容灿烂 她是你见过生活率 最往常的好朋友的 真的是 她让人的感受就是 我想活着 一开始她那会儿 一个大肿瘤卡在脖子上 不能动 就小眼睛眨巴眨巴看 现在人家把翻身转头 也得开始在探索这个世界了 生命很顽强 那会儿蛮强 生命的神奇啊